台北市警方今天破获了一个毒品仓库 查到了四名嫌犯 还有包括27万多颗的摇头丸 把这个摇头丸送到民宅弄干之后呢 再进行分装贩卖 目前市价将近1亿元 但是因为数量太过庞大 警方今天清点时伤痛脑筋 最后想出了聪明办法 最后还好不容易呢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把数量终于弄清楚